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雄歌剧的时代 这个时代名将辈出 兵家纵横天下 周太祖国威在早年为将时便赎安兵法 在受命攻打叛军李守珍的河中城时 一改常态 为城而不攻 让几万士兵去盖房子 将功心之道运用到极致 最终以极小的代价一举击溃 坚守不出的叛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郭威的故事 五代十国时期 是中原地区政权交替 攻伐最频繁的时期 无数王朝在战火中建立 而又轰然倒下 在那个时代 臣子篡位 傀儡皇帝的事情屡见不鲜 后汉开国皇帝刘之远 轰事之后 其子刘承佑继位 李守珍手握重兵 见新王继位 根基未稳 便连同赵斯丸等人举兵造反 好在朝廷军队 在面对叛军的时候 还是具有碾压优势的 平叛前期 刘守珍节节败退 根本无力招架朝廷的平叛攻势 直到退到了一个叫做 河中城的地方 这个地方城楼兼顾 人口众多 水源粮草充足 是李响的固守之地 于是李守珍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之一 当即决定 固守河中城 面对叛军这样的归缩情况 朝廷反叛军队 围城长达数月 一直从初春打到了夏天 费尽心思 也没能攻破城池 刘承佑面对这样的情况 大为恼火 战争机器一旦运转起来 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内耗 久攻不下的人员伤亡 巨大的军需开支 都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盛动之下 刘承佑决定换帅 任命郭威为主帅 前往平叛 从军事角度来说 实则为之 即双方兵力悬殊达到十倍 即可采取围困歼灭的战术 面对这样一支固守孤城的叛军 攻破城池 从理论上来说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动乱的五代十国 各国之间攻伐不断 国家没有那么多心思 去放在内乱评判之上 或者说 经受不起 因为内乱带来的巨大军队人员减员 因此 郭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 攻破河中城 当然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持久战 河中城毕竟孤城 即使粮草封贝 也定然有耗尽的一天 用时间消磨下去 获胜是早晚的事 但是 这与郭威本来的最小代价 攻破叛军的目的背道而驰 朝中群臣都在猜测 郭威要怎么处理 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郭威的做法却令人大跌眼镜 郭威到达河中城下驻地之后 并没有马上幕府议事 给叛军下马威 而是带人在城下游玩似的转悠了几圈 这番转悠看似悠险 实则在观察河中城的布防情况 果然如同情报所说 河中城城楼坚固 攻坚难度极大 若是贸然攻城 必定伤亡惨重 郭威回到军营之后 一番深思召集军队 让他们就地建房扎债 大家都搞不懂 新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军令如山 只得另行禁止 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 在河中城楼下 开始夯土建房 房子建成之后 疑惑不解的李守贞 组织了一次夜袭 郭威大军猝不及防 被撵出了新修好的城寨 而建好的房子 也被李守贞的叛军焚烧毁殆尽 众将士极为震怒 质问郭威为何不组织反击 郭威只是摇头 并在下军令 要求重建房屋 将士们无奈 只得重头再见 不料新房刚建成不久 又在李守贞的夜袭中被毁 郭威依然按兵不动 要求三军将士继续重建 就这样反复几次后 将士们都把建房习以为常了 谁知在一次夜袭之后 郭威立即召开军中议会 组织攻城 攻城过程几乎是一马平川 郭威的军队 带着满枪怒火和怨气 一举攻破城门 以极小的代价击溃了叛军 为什么郭威会选择这个时候攻城呢 其实啊 作为酒精沙场的老将 郭威深知士气对战局的影响 之所以屡次让李守贞叛军 破坏他们的营地新房 就是为了消磨他们的意志 然后再重建新房营地 周而复时让叛军明白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徒劳 这样的困兽之斗在无形之中 极大的打击了叛军上下的士气 同时屡次被毁营地 让原本觉得稳操胜券的朝廷叛军 怒不可遏 积攒怒火都在心底积怨 想要一鼓作气攻下城楼 在这个反复被偷袭破坏营地的过程中 郭威也在观察李守贞叛军的虚实 他发现每次跟随李守贞 出来夜袭营地的人马越来越少 就知道他们的耐心正在消耗殆尽 而且每次出城袭营之后 李守贞叛军都以为郭威会继续重建军营 不做反击 军队上下警惕心相比坚守放到了最低 所以郭威见时机成熟 直接组织了反击 这种突然的反击 无疑是给了本来怨气甚深的朝廷军队 一针强心剂 大家立马振作起来 把这些日子积攒的怨气化作了杀意 顿时攻破了毫无防备的河中城 总结 此战尽管从过程上来看稍显周折 但是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河中城 叛军将领李守贞在战败后自尽而亡 消息传出之后 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和永兴军节度使赵思晚 直接选择了投降 这次叛乱逐渐得到平息 其实从到前线的第一天开始 国威就开始了心理战 在这个过程中 他看准叛军孤城无援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把河中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死城 同时又反复利用修建营地扎债 摆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给叛军全体制造了一种有恃无恐的心理压力 李守贞作为叛军敌将的统帅 在这方面尤为敏感 感受到这份压力之后 本来就是一败再败的他开始焦躁不安 决定业席郭威军营 内心希望郭威能够阻止反击 在战斗中去打消自己将会被围困致死的忧虑 但是郭威的选择是什么 不做出反击 继续修整营地 李守贞更加急不可耐 一次次夜席 一次次重建 面对这样的情况 内心深处的绝望 开始从将领蔓延到士兵 于是 他只能选择更为频繁的领兵出城夜席 也试图安慰绝境中 自己还能抵抗生存下去的信心 殊不知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将士面对一次次营地的重新修建 绝望感和无力感越发明显 兵战为下 攻心为上 这个时候 郭威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发掘守城叛军的低迷事迹之后 郭威毫不犹豫地组织了攻城 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毫不拖泥带水地攻灭了叛军 兵者之善 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守真兵败的消息和过程 传到了凤翔节度使王景崇 和永兴军节度使赵斯瓦那儿 面对这种绝望的还死 他们选择了更直接的投降 于是啊 郭威尽管在河中城下 耽搁了些许时间 平定李守成叛军 却直接迫使了王赵二人的投降 以极小的代价 就平定了这场叛乱 兵者 鬼道也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涌现出了无数的军事奇才 正是他们对兵家思维的极致运用 才使得今天的历史 如此的丰富多彩 众所周知 皇帝向来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最高贵的象征 而能够当上皇帝的 永远是这个民族 最为英勇明智的人 此外 皇帝还要从自己的民族当中选择 这是因为 怕皇帝对国家 对人民没有归属感 大权在握之后 做出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 可是 在古代 却真有国家 选用一个外国人 当皇帝的事情 这个皇帝就是郑信 他原本是广东人 后来跑到泰国当上了皇帝 在他执政期间 勤政爱民 为当时的泰国人民 谋取了许多福利 他当上皇帝后 有家人不远万里去探望他 离别之际 他送给老乡们 十八缸闲菜 乡亲们嫌弃路途劳累 缸子沉重 便扔了十七缸 可等把最后一缸 倒出来一看 他们便后悔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机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皇帝送老乡咸菜的故事 中国男儿在泰国 在泰国首都曼谷市 有一座 郑黄达信纪念碑 位于吞吾里广场上 这样做 是为了纪念被泰国人尊为大帝的郑黄达信 他是泰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每年的12月28日是泰国的郑黄节 因为这一天是五里大帝登基之日 而这位郑黄是半个中国人 广东省承海市华福村是他父亲的祖籍 所以远在中国广东的家乡 对于这位泰国皇帝来说是意味很深的 郑信的父亲是清朝时期的一个渔夫 平日里靠着打鱼卫生 家境还算富裕 后来他赶上清朝暴发战乱 无奈之下 郑信的父亲只能带着他到海外谋生 这一走就来到了泰国 机缘巧合之下 开启了郑信的帝王成长之路 郑信刚随父亲来到泰国的时候尚年幼 他的父亲本来还打算 靠着带过来的积蓄做一番事业 可是他们父子刚来泰国不久 郑信的父亲就早早去世了 孤苦无一的郑信 幸得一位好心人的收养 而收养他的这个人 就是帮他开启仕途之路的拍耶杰西 拍耶杰西是当时泰国政府中 一位主管财政的大臣 在他收养郑信之后 就对他的学习和培养极为重视 在郑信很小的时候 就将他送到知名的寺院进行学习 不仅学习了多国语言 甚至连兵法和律法都有涉猎 而郑信本人更是聪慧过人 13岁时就已经学完了全部的课程 少年成学后 郑信就在义父的安排下到宫中任职侍卫 之后又因为得到国王的赏识 因而命他前往寺院继续学习佛法 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 直到21岁时才从寺院中还俗 回到宫中继续任职 郑信年轻时所学到的诸多知识 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位皇帝 打下了结实的铺垫 从他21岁还俗入宫赴职后 他的官职一生再生 到最后居然被封为了一城之主 虽然郑信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但此时有不好的消息从边境传来 邻国缅甸向泰国讨要领土 被拒绝后 缅甸国王率领军队对泰国发起攻势 兵强马撞的缅甸军一路势如破竹 很快就威胁到了泰国首都大城 这时候泰国政府征召了郑信 让他参与到对首都大城的防御战术中来 在泰国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迫使缅甸军撤 从这时起 郑信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 历经辛酸 忠诚一代帝皇 又过了几年 缅甸大军再次入侵泰国 当时泰国王朝的统治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败 经济实力的衰败 军事力量的空虚 使得当时许多泰国民众已经无心在战 在郑信组织了多次阻地战后 他发现武器资源部队数量均已不足 而军队的士气也在日益下滑 被缅甸大军攻入城池已经在所难免 为了不再平天伤亡 更是为了保留日后复国的希望 郑信率领少量士兵发起了突围 以谋求日后复国 在郑信突围后 他建成为基地 开始壮大自己的势力 同时呼吁泰国百姓心中复国的决心 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他的队伍 准备为了光复祖国而殊死一战 缅甸军队在得知郑信这一股力量之后 也曾多次对他进行围剿 但是都被郑信一一抵挡甚至是反攻 最终在郑信兵强马撞武器精良之后 他终于率领泰国军队开始了复国之战 随着一座又一座沦陷的城池被他们收复 加入他们军队的泰国民众也越来越多 凭借着郑信对于战况的分析 兵法的研究 他所带领泰国军队发起的复国之战连战连结 他在泰国民众中的名望也越来越高 而在复国之战结束后 郑信居然被推举成为了泰国新的皇帝 一个民族 国家 推选一位外国人士 称为自己国家的皇帝 这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然而郑信成为泰国的新皇 却是众望所归 做了皇帝后的郑信 借鉴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发展经验 最开始修养民心 然后积极发展生产经济 经济好转后 人口又迅速得以恢复 整个国家在郑信的合理治理下 再次繁荣起来 在得知郑信成功登上皇位后 许多人纷纷前来道贺 甚至连郑信远在广东的乡亲们 也带着厚礼前来恭贺 面对着热情的乡亲们 郑信自然是十分感动 他不仅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还在他们临走之时 特意准备了18个大水缸 千叮咛万嘱咐乡亲 一定要等到回到家后再打开查看 可是 让郑信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乡亲们 不仅在回家的途中 就打开了这些缸子 更是将其中的17个缸子 扔入了大海 错扔礼物后悔不已 郑信乡亲们回家的途中 众人都对郑信送给他们的 这18个大缸子好奇不已 虽然郑信特意叮嘱 一定要回家之后再将其打开 但是众人还是耐不住 好奇心的驱使 在船上就将这些缸子打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 打开缸后里面装满了腌制的咸菜 每个人都看着对方 然后打开其他的缸 结果竟是一些没用的酱菜 老乡们感到受到了羞辱 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 有的人说 郑信吝啬无比 都已经成为一国的皇帝了 还拿咸菜当宝贝送人 有人说 郑信这是不忘根 拿咸菜当成礼物 是不想与家人生分 当然不管他们怎么各输己见 但是有一条意见 他们是统一的 那就是众人都觉得 带这么多的咸菜回家 并没有什么大用 反而会增加船的重量 影响他们的行程 老乡们抱怨这位正信皇帝 是如何小气 于是在众人商议之下 将其中17缸的咸菜 连菜带缸一同扔入海中 只留下一缸作为纪念品 带回家中 回到家中 乡亲们把这件事当成了去谈 告诉给了正信家乡的人 众人都不尽管耳 可是有人却不信 正信会如此抠门 于是在他的坚持下 众人将仅剩的 那一缸子中的咸菜倒出 发现里面藏满了金银珠宝 此时归来的乡亲们 才意识到犯了大错 原来那些缸子中 都藏有金银珠宝 正信是怕他们 在海上遭遇海盗 因此才铺上一层咸菜 来掩人耳目 而他们却误解了正信 还将那十七缸昂贵的咸菜 扔入了大海之中 如今他们更是后悔不已 据说 最后一缸咸菜 是由正式族人收藏的 作为传家宝 世代保存 这个故事真伪并不可考证 但是 他能够警示 后代的正式家族成员 要记住谦卑和宽容的原则 要将心比心 不要以小人之金 夺君子之父 后继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不要瞧不起 身边任何一个人 说不定哪一天 他会草根逆袭 成为难以高攀的成功人士呢 比如说 刘备本是知习范侣之徒 后来不也是做了蜀国皇帝吧 更不要小瞧别人所赠予的礼物 如果人家根本没有看得起你 又怎么会赠礼于你呢 理清情义重 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情义 说不定哪天 这份情义 就会成为你人生中 十分珍贵的财富呢 唐忠宗在位期间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曾经流传过了很长时间 并且在当时 已经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 这件事就是唐忠宗为了羞辱丞相 把五十岁的儒母赐婚给他 丞相为了献媚 知道是皇帝在取笑自己 但他仍然跪在地上 向皇帝磕头喊万岁 唐忠宗在位期间相对无能 朝政有为后和安乐公主把持 唐忠宗相当于一个傀儡皇帝 唐朝宰相窦怀珍 是一个极度谄媚的小人 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是取悦为后和安乐公主才坐上 窦怀珍是一个谄媚到极致的人 为了迎合和讨好上级 他甚至可以娶一个五十岁的奶妈为妻 景容二年的除夕 唐忠宗邀请各大臣在皇宫共计晚餐 唐忠宗想到窦怀珍说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恩典 给你一个美丽的新娘怎样 窦怀珍立即跪在地上 高兴地说 陛下万盲之中还能惦记臣的家事 臣感激不见 窦怀珍返回家中时 新娘便用轿子抬到房门了 唐忠宗随对前往窦怀珍的家 窦怀珍对新娘的长相非常好奇 接下新娘的头巾后 立即傻眼了 这哪是美女 这是唐忠宗的已经五十岁的奶娘 尽管窦怀珍知道 这是唐忠宗在玩她 但她仍然很高兴向唐忠宗鞠躬 感谢陛下的恩典 陛下万岁 唐忠宗听了她这么说 顿时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 窦怀珍每次写奏折的时候 都要在奏折的最后 还要感谢唐忠宗的刺期之恩 皇帝李显为何想方设法羞辱自己的丞相 将自己五十岁的卢木 嫁给她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在唐忠宗时期 在前朝呼风唤雨的却是她的妻子为后 很多的官员为了能够获得更高的爵位 都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讨好这个皇后娘娘 而李显自然是对这样的行为非常看不惯 其中一个名叫窦怀珍的丞相 因为过于谄媚为后 所以被李显暗中记喊 不但下令将自己五十岁的奶娘赐给了她 而且在结婚的当天 这位丞相竟然还跪在地上激动的大喊万岁 这个奶娘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窦怀珍为何会如此开心呢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窦怀珍的荒唐一生 窦怀珍出生名门 小时候的她就跟着自己的父亲 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 但此时的窦怀珍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对政治非常的神奋 在长大以后 窦怀珍通过考试 成功进入了官场之中 凭借着自己的家世和背景 她混得还算是不错 只可惜此时的她 却一直有些一语不得知 因为她真正的梦想 是坐上宰相的位置 这对于大部分的官员来说 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是窦怀珍却因此上了心 她不但历经图止 而且还为人民做出了很多的好事 当时的宰相敌人杰 在听说了窦怀珍这个人以后 经过了仔细的考量 将她推荐给了皇帝李贤 敌人杰本来只是好心 可没想到窦怀珍竟然真的凭借自己的努力 混到了京城里面 并且和她成为了真正的通聊 此时的窦怀珍 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意气风发的样子 她只是一个时刻想着上进的小人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地位 窦怀珍开始巴结起了身世非常浩大的为后 谁都知道当时虽然明面上是李贤的天下 可实际上真正能够把持着 所有一切的仍然还是她的皇后 有不少的官员 都曾经从皇后的身上下过心思 可他们却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其中的窍门 可窦怀珍在和皇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相处以后 竟然发现了皇后身上最大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她喜欢让别人夸赞自己 要知道在唐朝的时候 虽然民风比较开放 不过在夸奖上位之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大臣还是会非常小心 因为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一不小心得罪当权人 给其他人留下一个拍马屁的印象 凡是那些比较要脸的书生 绝对不可能当众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也导致为后虽然喜欢别人的夸赞 但是却很少有人真的敢当众站出来表扬于她 而窦怀珍不但不怕其他人的流言蜚语 而且每一次开宴会的时候 她对皇后娘娘都是极其的惨媚 每一次她都能够逗得皇后娘娘哈哈大笑 其他的大臣虽然对她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满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承认 窦怀珍的心机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她能够忍察人所不能忍 这就是窦怀珍身上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没过多久 皇后娘娘就给窦怀珍升了几次的官职 到了最后窦怀珍甚至坐上了三品大人的位置 不少的大臣都开始笼络起了窦怀珍 而此时的她也显得非常意气风芳 甚至连皇帝李贤都不放在自己的眼里 在一次宴会之上 李贤对窦怀珍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人无可忍 所以几次出言嘲讽于她 可皇后娘娘坐在上面 却丝毫没有为窦怀珍说话的意思 没过多久李贤就询问窦怀珍的家庭情况 窦怀珍明确表示 自己的原配妻子已经死去 这个说法非常明显 就是希望皇后能够给她指一门亲事 可此时的皇上李贤却显得很感兴趣 在皇后还没有开口的情况下 李贤就明确表示 自己那里有一位身份非常尊贵的人 可以赐给窦怀珍 两个人从身份到地位上 都非常的匹配和相似 此时的窦怀珍以为李贤给她赐的是一个公主 所有的大臣都在恭喜窦怀珍 但只有李贤知道 她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不安好心 因为她赐下去的这个妻子 竟然是她已经有五十多岁的奶娘 这个奶娘一直陪伴在李贤的身旁 而且在这之前还结过一次婚 把这样的一个女人赐给窦怀珍 完全可以算得上是羞辱了 因为在当年那个时代 皇帝的赐婚是非常隆重的 再加上李贤明确表示 这个人的身份非常尊贵 所以在结婚的当天 有不少的大臣都来到了现场 希望能够看看 究竟是哪一位公主 可是当窦怀珍将盖头掀开的那一刻 所有人却彻底傻隐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不但比窦怀珍的年纪大了几十岁 而且能不能撑过这两年都是很大的问题 给窦怀珍赐下这样一个妻子 非常明显表达出了李贤的不满 可此时的窦怀珍却非常聪明地跪在那里 非常激动地大喊万岁 因为李贤虽然想要让窦怀珍丢人 但是他却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他的奶娘相当于是他的长辈 他将这样的一个人赐给了窦怀珍这个大臣 不就相当于给窦怀珍提了位分吗 其他的大臣一时之间也弄不明白 李贤究竟是想要羞辱窦怀珍 还是真的是想要给窦怀珍找一门好亲事 因为这个奶娘的身份非常特殊 和李贤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好 如果窦怀珍敢对她不好的话 用不了多久事情就可以传到皇宫里去 虽然皇后娘娘有着绝对的权利 会帮窦怀珍说话 但是论起名分来说 还是皇帝李贤最大 所以此时的窦怀珍 只能将这个奶娘当成祖宗一样 供在自己的府里 无论她说些什么窦怀珍都必须要立刻遵从 可以说李贤的这个办法非常的缺的 不过在短时间内 也算得上是处罚了窦怀珍这样的小人 以上就是皇帝羞辱宰相 将五十岁的如母嫁给她 结婚当晚她激动的大汗万岁 封建社会时期 文人士子想要基身统治阶级 权贵阶层 一般情况下需要通过两种方式 通过自身努力达到金榜提名 或者被关家小姐看中成为别人的成龙快婿 这两种人都不简单 首先需要踩高八斗 学府舞车 其次还需要风流提讨 英俊潇洒的容貌 因为相貌丑陋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损悍官危遗 而被无情地淘汰 能够长时间在尔与我诈的幻海之中屹立不倒 窦怀珍靠的是自己溜须拍马 鳄鱼奉称的绝节 窦怀珍十分尊重宦官 每逢回京述职之时 窦怀珍都会对身有实权的宦官上下打电 百般显位 凡是宦官委托窦怀珍帮办的事情 窦怀珍都是无有不从 唐忠宗在位时期 朝政被维侯也安乐公主把持 窦怀珍为了能够稳估自己在朝廷中的位置 就主动依附于维侯 维侯对窦怀珍也是投桃报李 将窦怀珍从一个小小的御室待缝 一路晋升到了当朝宰相 窦怀珍可以无耻到何种的不忍 据史料记载教堂书记载 仅容二年除夕 唐忠宗宴也群臣 突然看着身边的窦怀珍 吃饭的样子很是不满 就像戏耍他一番 唐忠宗对窦怀珍说道 听说你夫人娶世已久 朕今日为你选了个新夫人 不知你意想如何 唐忠宗大笑 窦怀珍先是愣了一会儿 但转念一想 既是皇帝赐婚 自己也没有反驳的道理 娶了皇帝的儒母 也能算皇帝半个老子 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里 即将要洞房花主的窦怀珍 当即大呼皇帝陛下万岁 万岁万万岁 明明受到了皇帝的侮辱 窦怀珍居然能够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小编从未见过世上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窦怀珍可能感觉还不尽兴 当时 儒母的丈夫被称为阿喜 窦怀珍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产位之术 此后每次写作书都落款皇后阿喜 人们都讥讽地称她为国系 窦怀珍非但不为此惭愧 反而还欣然接受 不过 堂堂一国宰相 娶了皇帝五十岁的奶妈当皇帝 这件事情却成为了当时朝野内外 皆谈相议的一大笑量 唯独窦怀珍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后来 李隆基发动了宫变 不但杀死了维侯 安乐公主 还斩杀了太平公主 窦怀珍得知公辩的消息之后 为了自保 立马回家杀掉了这位皇帝的奶妈 已是自己和伟后 安乐公主一挡没有瓜葛 希望以此向新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表达自己的忠心 但是 唐玄宗是何等精灵之人 他对窦怀珍的为人十分了解 不但斩下了窦怀珍的头颅 还将窦怀珍的姓氏由窦改为毒 可怜的窦怀珍就这样 这绝对是史上最牛丞相 妻妾成群 居然比皇帝还要多 年过九十 依然霸占丞相之位 喜身母乳 只为能够延年一手 结果最后不仅养得细皮嫩肉 竟还活到了一百零四岁 或许看完这些 你会觉得这就是个老不正经 都长寿百年了 还想着那种事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才学的老头 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他撰写的 如今 还被列入 中小学生课程教材 但只可惜 老头擅长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出来 司马迁会撰写使劲 经过这么一曝光 直接让他晚节不保 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位中国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丞相 张仓 张仓 出生于秦朝时期 因为从小就喜欢读书和立法 早年败在了寻子的门下 与秦朝丞相李斯和法家的 韩非师出同门 古人的朋友圈也很重要 张仓有这些名人在身边 再加上自己的高超才华 最后坐上了秦朝御史的位置 其侄子主要是掌管各种文书档案 说白了 和现在的图书管理员差不多 只不过人家吃的可是黄娘 原本张仓的生活过得十分安稳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触犯了秦朝的法律 无奈之下 张仓便逃回了家乡 或许是机缘巧合 他认识了正在打天下的刘邦 这是张仓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为他后来官拜西汉丞相埋下了铺垫 但这其中肯定会有不少波折 张仓在刘邦手下打工的期间也不安生 很快一个不小心 又触犯了法律 而且还是死罪 至于这次 张仓具体犯了什么罪 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 我们不得而知 之后张仓就被拉到刑场要问斩刑 秦朝时期 行刑前要先脱掉犯人的上衣 这时有一次的事情发生了 被扒掉上衣的张仓 四肢展开扶在针板上 高大鹦鹉的身材暴露无遗 一个名叫王宁的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惊呆了 史记中记载 肥白如乎乎 史王宁见而怪其美事 乃言佩公 事物展 说的是张仓的皮肤又白又嫩 一身碗如同葫芦子一样肥瘦白皙 王宁惊讶地发现 他是个十分难得的美男子 不舍得将其斩杀 于是向刘邦求情 赦免了他的死罪 可见 男人的美不但女人喜欢 就连男人也欣赏 有谁倒想到 颜值就是资本 在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在战国策奇策一 邹记讽齐王纳简中 还有邹记与徐公比美帝故事 又比如三国石器的刘北 三国茅庐时 看诸葛亮身高八尺 英明神武 敬佩之一瞬间油然而生 然而后来当看到 长相丑陋的庞统时 却少了很多那种该有的尊重 在不知道庞统身份的情况下 只给一个县令的位置 这说明 在古代就奉行的以貌取人 古人常常以颜值来 评判是非标准 被赦免的张苍 后来变得小心谨慎 继续跟着刘邦打天下 俗话说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张苍人长得帅 能耐也很大 因此深得刘邦重忧 他先后被刘邦任命为 常山郡郡守 戴国丞相 赵国丞相 北平侯等 后来又被调任为管理财政的迹象 人生可谓是步步巅峰 张苍之所以能够担任汉朝迹象 是因为他所擅长的领域是计算和立法 当时汉朝所有户口和钱粮 都由他来统计和管理 高祖刘邦对他很是信任 汉文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76年 当朝丞相冠英去世 文帝刘恒令张苍出任丞相 就这样 曾经一个死里逃生的囚犯 因为长得率捡了一条命 然后从纪相干到丞相 直接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这在当时的汉朝 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而且张苍算是三朝元老 当上丞相时已过了古兮之年 可以说他是秦汉时期最老的丞相 这也说明了汉朝对他的重用程度 不过 身居高位的张苍并不满足现状 他还想搞出一番别的成就 张苍从担任纪相时 致力于研究计算 音律和立法的工作 当时汉朝建立不到30年的时间 大多文武百官都是航母出身 唯独张苍是个另类 还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在定证音律和立法上 张苍通过吹奏律管来调整乐调 使其合有五声八音 总之巴拉巴拉一堆 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他就制定了汉朝的历历 并且还由此制定出各种器物的度量标准 除此之外 博学多时的张苍认为 汉朝正值水的旺盛 所以应该向秦朝难崇赏黑色 为了找依据 他直接推销金 木 水 火 突兀的运转的情形 不得不说 古代的聪明人就喜欢玩出一点新花样 仅仅是一个颜色 就能弄出来那么大的学问 感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顺便查一下自己的幸运色 另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学生党熟知的九张算术 也是这个老头编撰 一起修订的 还有一个叫耿寿昌的天文学家 这本著作可了不得 收集了二百多个数学问题 列举几个较为有名的算法 像勾股定名 四则运算 解方程等 这些算法比欧洲的同类算法 还要早一千五百多年 简直就是世界数学算术上的奇迹 总之 说一千到一万 西汉开国功臣张仓 就是个天下奇才 可不但但是个美男子 只可惜他生错了年代 因为汉朝的吕智 并不喜欢豢养男处 如果他生在武则天时代 人长得帅 又有才华 搞不好还能坐上几天的皇位 就这样 张仓凭借这些本事 在丞相的位置上 一干就是十几年 后来 他也许是想回家 想几年轻浮 但又不知道 该怎么跟汉文帝开口 于是就给汉文帝 举荐了一个人 到朝中做中侯宫 汉文帝一查背景之后 发现此人品行恶劣 曾通过不正当手段 谋取私利 于是就将张仓骂了一顿 张仓认为这是个实际 接着就向汉文帝 报兵请辞了 前后算起来 他在丞相之位上 总工作了十五年 此官是年龄已在九十多 然而他要回家养生没有错 错的是 养成了一个 让人难以启齿的坏习惯 这个习惯让他差点完结不保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 古代有钱大户人家 都比较热衷于请奶妈 其实有时候不但 但是为了让孩子吃饱 必要的时候 大人也得整上几口 前面说到 西汉王朝丞相张仓 在九十多岁辞官回家 本来这个年纪 还在官场上混 就很不正常 可没想到 这位老头回家之后 做的事情更是奇葩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命人找一些奶妈 养在府中 让那些丰孺肥囤的女人 都做他的乳母 这玩笑就开大了 一般情况下 奶妈们都正值虎狼之年 给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 当乳母 让他们情和一堪 但这位老头 曾经可是丞相 既然他想要顿顿吃流食 那就一定能做到 那些奶妈再怎么不情愿 也得让他整上几口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张仓虽然已经退休 但好来自己也有名望 为何执意要实用母乳 这样做 岂不是会让人说他为老不遵 其实 这是迫不得已 要知道张仓辞退丞相时 已经九十多岁 一口牙齿都掉光了 还能吃些什么 所以老头只是为了吃母乳度人 即便后人对自己流言飞语 那也总比饿死强 更何况自己之前还是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的成相 要是被活活饿死了 那笑话就更大了 不过 谁能想到 母乳好像是有延年益手的功效 张仓每天都吃 而且是越吃越年轻 越吃越上瘾 所以张仓就一直喝母乳 后来人也变得精神了 但是母乳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喝的 但是无奈他需要大量的母乳 于张仓为了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母乳 开始不停地往家里取妻妻 其数量达到了一百多人 比皇上的还要多 这些人主要是给他提供母乳的 后来了张仓晚年的时候 他的娶的妻妻达到了上百人 而且几乎全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 有过婚史的 张仓还不会考虑 但是只要是他看上眼 他都会想办法得到 就因为这样 张仓在晚年的时候 靠这些妻妻的母乳活到了一百零四岁 在古代的时候还真是不多见 至于老头除了吃母乳 还会不会干别的事情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想象的是 张仓每天过得都很享受 精神面貌也非常不错 要不然不可能最后活到一百零四岁 而他长寿的秘诀和喜事母乳 有没有直接关联 这个也无法具体考证 只知道 明朝的医学专家李世珍 曾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过 母乳是鲜家酒 有补血美容的功效 朱一可没有直接提到增年益寿 而在史书中还记载了 张仓轻于动脑 晚年依然孜孜不倦 坚持读书 我想这才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 因为有位作家就曾说过 长寿在于勤奋 结合现实的例子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毕竟脑子这东西越用越灵活 老人在晚年用的多了 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从这一点来看 张仓能够活到一百零四岁 应该是各种方面加起来的综合因素 不能排除掉他喜事母乳 也不能单单只看这一方面 不过 大家可不要轻易去尝试 毕竟我们研究不出来 九张算术那样的著作 人要长寿 还是多锻炼身体 多喝热水 多吃新鲜蔬菜 母乳就不要再想了